旁边的桌子刚刚开林寶堅尼过来吃早餐 先看看我们的饭 我的套餐是6元鸡 打卡位 早晨啊 日四了 有糖 舒服 水分斜 好舒服啊 尤其是这条街上没有人 很少人 两排屋好漂亮 真的很舒服 这条街名呢 叫Kyong Sak Road 这些英文真的不太懂法 这条街名 很漂亮 很漂亮 好 原来 我的酒店旁边有这样的东西 吃早餐 又是假眼多 又是新加坡咖啡 男人咖啡 就是这么简单 这些 多士 脆片多士 法式多士 蒸面包也有 好 我刚刚刚开林舖的东西 不兼你过来吃早餐 真棒 这里的习惯跟香港一样 冻饮是要加钱的 本来这个套是6.8元 热咖啡的 加了4毫子 给我的冻咖啡 真的舒服 星期一的早上 9点钟的咖啡 看看街景 在这麽怀旧的风味店里面 是零碎有feel 我发觉原来做了几十年 人真的开始疲 这样的清休休闲 是需要的 久不久是要这样的 是不是很熟悉呢? 这个就是我第一晚去的Mashwell 熟食中心 很近了 因为我酒店附近而已 另外在他们旁边 现在有一个展馆 一个可以去看看的地方 就是叫做Singapore 哇 哇 哇 有鸡啊 为什么这么硬 还在那里叫做 叫做Singapore City Gallery 其实我看过它是什么呢? 它就是说 我想像我们香港 中環大会堂旁边的那间 城规馆 即是说 新加坡的发展 规划 City Development 它会讲述一下 为什么会变成一个 令到全世界的人都想过来移民 移居的一个地方 所以大家在这里 还在这里 看得到 这边是有一个地方 那么前面 如果是讀设计或计划的人,应该会很喜欢这儿 有点充分地联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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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联 看看你們的城市如何合作 是否可以踩踩的 嘩 這樣 這裡垃圾 用了半個小時, 走完 如果想慢慢看, 可以走幾個小時 留意這個管是不用錢的 真的像我們的城規管 大個規模, 別人這裡漂亮很多 還有一些科技的Display 漂亮很多 看完別人這裡的介紹, 我發覺香港真的要加油 對, 大家都要加油 加油啊 話說, 這家屬器中心這麼近 剛才的展館 那不如 多吃個飯再走 好想多吃個海南雞飯 天天沒有開門 那我吃輕輕呢 嘗嘗一些新的食物 整隻雞是30元 半隻15元 雞飯5元7元 如果有芽菜有菜, 就6元8元 那我愛過 餐時間就馬上菜 我愛過 一口菜 一口中間的店 這口中間的店 都愛了 很多人在餐單 所以愛了一口 3元 魚 馬上吃一口大鯊 但不要紧了,够什么呢,够自然 先看看我们的饭,我的套餐6元鸡 贪心,什么酱都试试 这些姜溶姜汁 这些是极浓很稠的酱油 又是辣酱油饭 我不买清菜,我选了芽菜 因为清菜经常吃,试试这些芽菜有没有味 还有一个汤 其实我想说,一个food court 都可以学到东西 例如这家轻轻 当人家天天未开,开早一点 然后别人吃不了 因为有很多游客 或者医院的本地人都不知道 天天未开门 所以有得做 Marketing 好,够了,够了 试味 免得给人说我够 先试一下汤 会不会有味精呢 嗯,确实是咸了些 可以不理 先试一个饭 油饭,好吃 好味 不过呢 就没人天天那么香 试试鸡了 不蘸东西 都不蘸东西 很好,鸡没有骨 好滑,好滑,好滑 不过,鸡味不足 不过,鸡味不足 淡一点 所以我点一下汁 我说点一下汁 很好吃 不过,吃所有东西都是这样 点完汁都很好吃 试试鸭菜,爽不爽 鸭菜很好吃 它都很濕 好滑 吃饱饱了 其实我都很庆幸 都很开心 我做到亚洲人 原来我发觉 那些亚洲食物真的很好吃 东南亚,日本,韩国 当然还有我们的香港 我们的广东菜 真的很好吃 真的好 预早去旅行 就是这样吃吃吃吃吃吃的 好了 饱饱 早一点回机场 早一点去机场 应该说 因为我都没走过去的瀑布 那些东西 跟着 还有我要进餐厅 完了我四天三夜的新加坡之旅 真是很好 难怪这么多人喜欢在这边 但是我这么说 旅行的话 四天就够了 但是如果住就知道了 住和旅行是不同的 好,机场见 所以就让我看出来 看外表是自己订阅完后 在来厅 这边要如何 也不是的,有櫃位 就是這樣 謝謝 我需要你的護照 走了 去了哪邊?走了 自動化是好的 還有不用擔心 是有些 社員在幫忙 有些依依幫忙 這次比平時早到了 因為我是想去那邊 北部商場去看 所以我早到了 比平時早多 一個小時到機場 其實那個瀑布商場可以在過去 其實那個瀑布商場可以在過去 但是我選擇 乘搭了Sky Train 去T2線 因為 感受一下 想在車裡感受一下 剛才乘搭Sky Train 來回一轉 其實用了十分鐘左右 有時間可以這樣坐車 感受一下瀑布 帶回程噴煙 因為它可能會節省 水 都不用節省 水是循環的 不要緊 現在我用走的方法走過去 其實我們這些 年輕人 我走五分鐘就可以走過去 但我現在可能要走十五分鐘左右 因為我想整個電梯 大概有七八條 就會去到商場 好 進去看看 拍照 進來就是一個很美的商場 根本就是一個商場 看看有什麼吃先好嗎 介紹一下 B2 輕食 這些都是全部外面都有的東西 打卡位 嘩 同座 嘩 同座在車裡面的感覺是不同的 好美 真的 諸如來幾公園 一個商場的娛樂設施當然不可以少 上面 有些城網的東西 而且那裡有些空中的報道 應該好像是可以去 不知道是不是要付錢 進去看 進去走 城網應該要錢的 好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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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早了來機場 沒有東西可以過來走 但不過真的要預時間 不要失去飛機 希望我們香港的K11 Sky's 為我們爭氣 好美 謝謝 在B2 還有一個food court 所以不想去小餐廳的話 不想去一些獨立餐廳的話 就可以來這個food court 是吸引的 你看看這麼多食物 這麼開心 好多食物 好多食物 什麼國家的菜都有 嘩 還有這間 鹹蛋王專門店 吸引我這個 好可愛 19元 如果未吃到蟲髮的 這裡都有蟲髮 最後都頂不住 想吃肉骨炒 在food court裡找到這個 原本是9.8元 但要加上 油炸鬼和腐皮 價格2元 11個吧 看看有什麼材料 沒有呀 蟲髮這麼大塊 只有2塊骨仔 3塊骨仔 有豆泡 金菇 有粒肉丸 好 來了 好 吃個湯 最重要的湯 肉骨炒 好味好味 不過 不夠蟲髮好味 不過它也好味 嘩 很烏鷹 神經病 怎麼會這樣 好 油炸鬼浸下去 看一塊骨 很小 可能是雞腸 這麼便宜 就算 11個多 一百元都不用 骨不夠蟲髮 不夠蟲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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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淡 不夠蟲髮 很淡 不過都燜得很軟 也很好吃 正所謂沒有比較就沒有傷害 今天吃了雞飯 和剛才肉骨炒 原來和出名比較 真的有些分別 有些分別 沒說不好吃 但真的沒有他們那麼好吃 好 趕時間了 我要快點炸T3 因為 又要走十分鐘 現在很飽 要慢慢走 不可以急 所以大家 真的要提醒大家 如果你在T3 回香港 想過來這個豬戶會 麻煩大家 真的要 早一點 遇到一點時間 一個小時不夠 如果你要安心 舒服吃飯 加上走一下 兩個小時 麻煩 好,走 回到T3 也有很多食物 這裡 三樓、四樓 還有很多食物 但當然 一定沒有剛才那邊 那邊 那麼多選擇 走了 Hulu 一搞完離境手足之後 全自動化的 很快 幾秒鐘就完成 又沒有人 看到這間LV 我想起T2那個瀑布 LED瀑布 叫Wonderful 但去不及了 那當然進來 還可以購買 那要去Lounge 由這裏上去了 那我不去了 因為呢 沒什麼時間 還有 看那些片 好像很一般 沒有人說是很有驚喜 所以我不去了 我說Lounge 是那些上卡的Lounge 不是 我搭那間 航空公司的Lounge 不用擔心 進來 過完關 還有很多食物 還有一個蝴蝶園 那邊 不空去了 有SPA 哇 難怪拿到最佳機場了 這裏也有我昨天在SENSE看到的 賣咖啡和茶的店 不過目測是沒得旁飲 很高檔 很漂亮 漂亮 大家記住 遇到多些時間 就算過了關之後 為什麼 因為 很大 很大 其實 我 進來了 轉頭 我的Borning Gaze 都要坐Sky Train 你看看 不然就走這條路 心不見底 不然就可以選Sky Train 四日三月的三日波子裡已經結束了 這麼快 沒有 這次只不過是 在香港 訂購定景點 吃的地方 在地圖訂購完 如果走開那一區 就去吃 不會特別 怎樣安排 怎樣計劃 舒服的是 因為這些東西很好吃 不過總之我那些東南亞的食物 就是那些西馬泰亞的食物 全部都很喜歡吃 另外發現 十年沒來過之後 這裏發展得很快 很漂亮 很新 還有很乾淨 仍然都是 還有這裏很友善 那 OK的 過來休息一下 都很舒服的 那當然 沒得跟Bangkok Bangkok 就多吃多菜一點 那這裏就 就比較生活化一點 香港真的要努力加油 因為 怎麼說呢 不要說這些 總之 記得 comment like 和share一些片 還有subscribe我的頻道 那 跟著我們 下個星期又飛了 拜拜 拜拜 剛才去Immigration過了之後 就不用立即做 那個 Security check 那跟著呢 是可以讓你購物完 走完街之後 才在 林波林前 才Security check 那 來到這裏當然有些水 都要倒下去了 但是去到 進來之後 其實它有一個位置 給你裝水 在這裏 做成的 在這裏 烈水 裡面 可以 謝謝 謝謝 按讚 我們 先 按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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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讚